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行政院立法院都總統府往南遷的話 而且這不同的縣市 那其實在聯繫方面是非常的不方便 我們目前光是一個什麼故宮南院 就跟故宮本院造成了非常大的一個管理上的一個問題 因為你這個人員的往來是非常的不方便 你看我們現在有一些部會 像那個文化部 他簽到新莊去 那其實他在台北市區還要有一個辦事處 因為你不可能每天新莊台北跑 結果還是部分人力留在台北 那就沒有辦法達到我們預期的一個效果 我看他是迎婚的頭 政府機關尤其是中央政府 他到底在哪裡 是有他的政治的意涵 也可以講這是一個政治的圖騰 那不可能 你總統府不必對立法院負責嗎 你可以把一個總統府擺到台南市 再把立法院搞到台中市 所以我想說這個是隨意的主張 不能講說這是一個有規劃性的議題 政治中心是集中在一起 那因為他的運作起來可以最有效力 減少時間 減少經費 而且他跟國際的交流比較方便 是做這個考量 所以所謂的首都在哪裡 中央政府在哪裡 那是一個一體化的東西 因為蔡英文上台之後 說了所謂的南北平衡 但是我覺得南北平衡並不是說把中央的這個部會機關 牽到南部去就叫南北平衡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樣全世界也沒有這個道理 那美國難道要把所有的這個各個部會在各州都要設立嗎 我想這也不切實際 因為你總是要有一個政治中樞 假如說要把它擺到高雄去 也不是不行 你擺過去吧 擺過去以後 你的經濟的一些因素 經濟的公司的總公司 可能會慢慢的往高雄 但是你不認為嗎 這個擾民太嚴重嗎 我是感覺現在國家的治理 重點不是去做這種表面性的東西 整個台灣的運作不管你怎麼樣還是以台北為中心 對不對 不管是企業也好 或者我們的產業也好 還是以台北為中心嘛 所以你如果往南籤的話 我覺得這只會造成這個更複雜的狀況 當然啦 蔡英文上台有些人有這樣的期待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務實一點 不然做出這樣一個華而不實的政策 我覺得對蔡政府來講 可能會是大家覺得不切實際 謝謝